那陈医生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乳癌的这个X光的这个照片 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就是乳癌到底是 是这个突起的这个东西吗 对 大家如果一看这个影像 所有人一定会被右边 这个大的白白那一颗吸引住 这个 即使医学生我们学生时代 一看到这个 老师如果考试就说 老师应该是那一颗大的 其实错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在乳癌的变化 它常常是乳腺里面的小细胞 慢慢变化 所以它不会一下变这么大 我们在看的是叫做微概化点 微概化点 大家如果看的话 反而是在类似像 这边小小的 小小的 就是那个小小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的概化 对 其实这种概化点 反而是在乳线里面的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 如果我们这样一个X光 它有一个设计 一个Field里面 如果超过10个概化点 就是比较高风险 如果太明显 有些X光科 它就直接帮你打这个报告 是高度怀疑 下一步你一定要就去 照乳房外科再做检查 那这边呢 这边 这边其实大家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比较亮的部分 其实都是乳线里面的一个显影 这个反而是还好 其实你看到这么小小白白的亮点 这个反而是危险 所以有时候这个点 我为什么说 虽然我们教大家 第一个是肿块 但是请不要一摸二一摸肿块 就觉得世界末日开始也遗嘱 那也不用 所以好好来检查 好 这也好好检查 好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 这个乳癌啦 有什么样的迷思 像很多人就会说 如果说得了乳癌 是不是就不能够喂母乳 好 是不是不能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为什么会得乳癌 刚才还有一个东西 没有特别提到 其实是 女性荷蒙过度的刺激 那刚刚讲的 不论是胖或没生育 其实来源都来自于 女性荷蒙刺激比较多 胖的人他脂肪成分高 女性荷蒙高 然后那个没有生育的人 其实他没有经过 这个生育时间的休息 其实他乳 荷蒙刺激比较加强才会 那在喂母乳这一块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乳癌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治疗完以后 其实不建议他怀孕 因为在怀孕的时候 他会有高剂量的荷蒙刺激 所以一般标准建议 大概最少两年 甚至我们会希望 追踪到五年以上 你再去怀孕 既然你不会怀孕 你刚才就没有一个 喂奶的问题 所以这个怀孕生子的问题的话 也是一样 就希望是五年啦 那如果是 就是说更年级 或停经的妇女 是不是就几乎不用担心 你刚刚讲是女性荷蒙高嘛 那其实他如果是更年级 女性荷蒙就低下了 那是不是他其实 就脱离那个高危险群 性荷蒙是非常重要 让他滋养他养分 然后刺激他成长一些东西 所以没有女性荷蒙会不会 就不会长呢 其实不一定 你想一个男性乳癌 也有男人长乳癌 男人的乳癌 其实他体内女性荷蒙 非常的低 他一样会长 像这种情形 他就是某一些特殊的养分 去滋养他了 好那另外就是 我们看到说 这个是不是遗传引起的 大概遗传的成分有多少 遗传最有名的一个基因 叫BRCA1跟BRCA2这个基因 这两个基因 如果有的话 你大概注定 四层到五层 你一定会长乳癌 所以甚至有国外的人 他知道这个家族基因死以后 他乳癌预防性的 把它切除掉了 但是很不幸的 这个癌症因为他也会同时长在卵巢子宫 甚至因为卵巢还是会长 甚至更不幸 他跟腹膜内也有一些癌症会产生 所以有些是注定的 但这种癌症发生率不是很高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其实在国内如果早40岁以前的得到乳癌 他就大规模去筛检 其实100个大概只有两个 有点跟遗传相关 其实98%还是跟众多因素有关 对对 所以不见得是跟遗传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好那需不需要一定要切除乳房 那可以做这个性行为吗 这个切除乳房 我觉得是观念在进步 我当医生快20年了 20年前除恶物禁 只要发现乳癌 大家都怕得要死 整个干料最快 但是现在其实因为重视到女性 包含因为乳房器官不单纯是浮云木 其实它是一个女性的象征 女性的表情 对心理的影响其实很大 所以现在趋势反而 第一个早期侦测以后 我们会比较属于保留性的切除手术 比如说你很早期在第一期 它尽量就我们叫rombetomy 就是把这个肿块范围切到够干净 就可以乳房还是会帮你保留 但是要够早期 所以在整个台湾的筛检 目前第一期被抓出来的癌症 感谢您了